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有错 在一百多年前 中国与日本签订了一个条约 因为这个条约 我们被日本统治了五十年之久 哇 这个条约的影响真大 这么重要的条约要签订 一定很慎重 对 签约的过程是一场辛苦的谈判 当然是有故事的 所以咯 我们今天要谈的 就是和这个条约有关的 那就是 马关条约与以为歌台 希望你们可以从这部影片 了解甲午战争发生的原因 及马关条约的签订 以及认识马关条约签约的地点 还有了解马关条约签约的过程 有小差距的呢 好了 我们开始吧 现在我们回到1894年 也就是清光旭二十年 又称甲午年 朝鲜 也就是现在的南韩和北韩 当初没有分裂 是一个国家 发生东穴党之乱 请求清国派兵协助平乱 而日本也出兵平乱 但是动乱停止后 日本不但不撤兵 还攻击清国军队 并且企图并吞朝鲜 为什么日本要这么做呢 因为啊 日本在明治维新后 国力逐渐壮大 所以有了想要进一步 扩张自己的国土 得到战略和贸易利益的野心 因此开始向外进行侵略活动 7日双方于8月1日正式开战 这场战役始成甲午战争 而清国在战争开始后 便节节败退 让日军从朝鲜一路攻向国土 时间来到清光旭二十一年的三月 也就是西元1895年3月 前日甲午战争已经接近尾声 日军占领清国威海 清国北洋舰队全聚覆没 蜻蜓已无力再战 等等 威海在哪里啊 是一个海域吗 不是哦 威海是一个地名 位于现在中国山东省的威海市 回到正题 刚刚提到三月时 清国已经无力再战了 所以在1895年4月17日这一天 清日双方正式签订了 中国近代历史上有名的 马关条约 日本方面称作日清讲和条约 从此展开日本统治台湾50年 为什么会是史上著名的呢 因为啊内容充满了种种对清国的不利规定 什么这么严重 我们现在就来看看吧 比如说条约中规定清国赔款两亿两百银 并且割让辽东半岛以及台湾和澎湖给日本 不过后来又花钱把辽东半岛给赎回来哟 加入条约中的两亿两赔款 用当时清国四亿人口来计算 平均每个人要负担半两银子 什么家里连铜钱都不够了哪来的银两啊 除此之外 后来又花了三千万两的赔款 输回辽东半岛 所以总共赔给了日本两亿三千万两 这金额相当于鸦片战争赔款的十倍 满清政府三年的财政总收入 更是日本四年多的岁入总和啊 哇 这么剥削的条约内容 当初清朝政府到底是派谁和日本谈判的呢 背着战败国代表的角色 而且还要在如此难堪的条约书上签字 嗯 这样的压力一定很大吧 就让我来告诉你吧 当年慈禧太后派北洋大臣李鸿章为 大清帝国清拆头等全权大臣 就是我 当时我已经七十几岁啦 我呢 在1895年的3月19日抵达马关 准备和日本内阁总理大臣伊藤伯文展开谈判 等等 所以马关条约的马关 就是当地的地名咯 没错 不过好奇怪哦 现在在日本地图上没有马关这个地方耶 其实呢 当年马关这个地方 现在的地名已经叫做下关咯 在下关市呢 有一座日清奖和纪念馆 里面有许多马关条约的相关资料哦 不过引人注意的 是位在纪念馆隔壁的春帆楼 为什么呀 它看起来比较像是一间旅馆 有什么特别的呢 现在的春帆楼啊 的确是一间高级的旅馆 里头的河豚大餐非常有名的呢 天啊 快逃哦 为什么它特别呢 答案就是 春帆楼就是当年马关条约签约的地方啊 当时就已经叫做春帆楼咯 而且春帆楼当时就是一间有名的河豚餐厅了 现在 我们来到了旅馆隔壁的日清奖和纪念馆里 一进门就可以看见当时签约时会议室的样貌完整呈现 华地的桌椅 笔和墨水等物品都和一百多年前一样 就在这间会议室中 李鸿章曾经为了不割让台湾 向伊藤伯文苦苦哀求 他说 甲午战争的战火 并会波及台湾 日军也无占领台湾之时 能不能不割让台湾 而且台民吸食鸦片 台湾有战力之气 台民强悍 感觉像在说服伊藤伯文说台湾没有多好耶 但是这些理由都失败了 最后 蜻蜓又想出一个割台之伴的主意 不割台湾的北部 可是日本不但不允许 并且要倾庭在签约之后 立刻交出台湾 在这样的情况下 李鸿章只好无奈地向伊藤伯文说 贵国何必着急 台湾亦是口中之物 不过他得来的却是伊藤伯文冷冷地回答 身为下眼 即胜 也就是还没吃到台湾 非常饥饿啊 所以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身占领棚屋后 李鸿章沮丧地由春帆楼走回行馆 尹街寺 也就是他到日本站住的地方 但是 就在快到尹街寺的路口时 李鸿章突然遭到一面日本暴徒开枪行刺 左脸重担当场流血不止 现场一片混乱 李鸿章被刺的消息传出以后 世界各国位之震惊 日本唯恐国际舆论转而支持亲国 除了拿出明治天皇运用的药物之外 还指派最好的医生帮李鸿章疗伤 因为这次的事件 日本方让李鸿章之后都走另一条道路回尹街寺 避免再次经历危险 这条道路后来被称作李鸿章道 现在这条小路还在吗 同学们 你们来猜猜 其实道路是保存下来的 这是现今的李鸿章道 虽然和当年很不一样了 但是我们还是来体验一下吧 当初李鸿章受伤后 开会就是坐着轿子 从这条道路才会到一街寺的哦 哇 走着走着 好像也回到过去了呢 咦 我们目前都只谈到当时朝廷的心情 现在也该来看看要被割让的台湾人民 当时的人民不会都没有什么动静吧 怎么可能 当然有咯 西元1895年4月初 当日本要求割让台湾的消息 割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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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到台湾 一时之间民怨沸腾 民众纷纷涌到台湾巡抚衙门 也就是都是台湾最高的管理机构 补充一下 当时清廷的台湾巡抚衙门 就在现在的台北中山堂的斜对面 武昌街的人行道上 现在这里有一块黑色的石碑 上面写着 清台湾巡抚衙门旧旨 可以去看看哦 咳 我们刚刚说到哪了 各位小朋友 我们说到台湾人民都跑到巡抚衙门了 很好 有认真哦 当时人民都到那边要求废纸条约 他们要厮守台湾 其实不止台湾 全国各地抗议的声音 涌至朝廷 从朝廷中位居要职的文官们 武官们 到地方的知识分子 不断向朝廷表达悲愤之情 痛苦失声 他们表示 一旦放弃台湾 必定失去民心 当然国家竟然保护不了国土 所以有感于情况的紧急 当时的台湾巡抚唐锦松告诉蜻蜓 文明使不从窝 割一死 拒一死 宁先死于乱民手 不愿死于窝人手 但是呢 清军在战争中节节败退 眼看不割让台湾 澎湖等地 整个国家的安危都有问题啊 在这样两难的情形下 朝廷大臣不得不上奏 割让台湾澎湖等地 保住国家 因此就在1895年4月17日这一天 马关条约签字 清廷同意割让台湾澎湖等地 也因为当年是乙卫年 所以便将此次割台称作乙卫割台 哎呀 同一个条约却有两种不同的心情 马关条约除了为日本夺取台湾和澎湖 还得到了大笔的赔款 伊藤伯温成为日本的英雄 而日本更帮伊藤伯温和外相陆澳宗光 在春房楼旁边立的铜像 哎 如果我是当时的台湾人 一定觉得很无助 国家竟然舍弃了我们 对呀 大家的祖先们辛苦得来到这里开墾 落地生根 但是在一夕之间要被一族统治 当时在台湾的六百万乡亲父劳们 在一举条约下 开始了五十年的日本统治 此外 在1895年6月2日 清廷交割代表李鸿章的儿子李清芳 搭船抵达基隆外海 可是他不敢上岸 如果是我也不敢上岸啊 毕竟一定会被认为是割台的凶手 而且也会觉得难过 因为国家的一部分在自己的手中要被取走了 所以呢 最后在日本接收代表华山之记 所搭乘的横滨丸上 签署了交接文书 华山之记是之后的台湾第一任总督 他是当时日本国内最了解台湾的将领 欲知详情 请搜寻牡丹社事件哦 因为国家无力挽回马关条约的签订 从此台湾人民只好自行与日本对抗50年的统治 开始了 各位小朋友们 从这次的影片中 我们可以了解到马关条约签约的过程 毕竟签约会议持续了一个多月 在这一个月之中 其实有许多故事 希望大家可以不只知道189年李洪赵和伊藤博文签订的马关条约各让台湾 还可以记得这条约签约的背后密信哦 好啦 这次的影片也就到这边搞一段落 大家也要收看其他影片哦 谢谢各位的收看 嗨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